請問一下這個經濟是否還能提出 對 我們很遺憾 這個昨天我們今天有第一個確診的這個案例 一直以來我們都把防疫工作做得很好 不過我想大家也不用恐慌 就是已經把所有的這個居隔者都找出來 然後確診的也已經送到負壓病房 到目前為止應該都還是很很平安 大家不要恐慌 謝謝 那我一直都說那一份是來的 知道啊 你說基隆喔 你說基隆類普篩 事實上我們看這個防疫這個工作做的一兩年以來 這個指揮中心的這個各項的防疫措施 好像常常隨著不同限制又不同的這個標準 那之前很多學者在應該是去年還前年的時候 很多學者都一直在鼓吹說要做普篩 但是疫情指揮中心一直的反對 那現在這個新型的這個變種病毒 這個越南豬這個部分 他的致死率不高但是傳染率高 那這時候 指揮中心要做 基本上是在基隆地區做比較全面性的這個普篩工作 他的目的是一種實驗性質還是說 他要找出什麼樣的規律嗎 我們只會想指揮中心還是必須要說清楚 才不會讓人家覺得他整個防疫過程中的標準 都一直的這個不一致 當然除了比較大方面的這個篩檢 對國人如果對疫情的防範是有幫助 我們還是支持 只是說不要針對不同的限制 常常有不同的這個防疫標準出現 那普篩跟類普篩 普篩就是普篩 類就是相似嘛 就是相似 就是很接近普篩 但他又不是普篩 我想指揮中常在創造新名詞 那包括以前我印象最恨的就是那個叫證回歸 那指揮中因為現在有在這個 這個我們這個法令 現在有比較至高無上的權利 但是這個施政過程中還是要注意 怎麼樣避免過度限制人民的這個權利 這點其實也是很重要 昨天怎麼猜問現在大家會不會是 現在指揮中一開始就被你出財 是因為了出財之後的獲榮權 你再做設備 我事實上倒也不會這樣想 但是就是說 就是整個 指揮中心現在的這個主要的功能 應該不是只有在宣布有多少的確診病例 因為感覺現在這個疫情有逐漸擴大的這個趨勢 而是必須告訴我們說 下去的防備要怎麼做 就是說 因為看起來各點各地都有在爆發 包括我們金門嘛 即是在離島也有 也有爆發一個確診案例 那下去百姓要知道 不是說每天有多少案子 那這個東西你用公告就可以 要告訴百姓說 怎麼樣防範 比如說疫苗到什麼階段是什麼情形 那怎麼樣幫助大家多打一點疫苗刺激 鼓勵大家多打疫苗 讓疫苗的這個傳播的管道可以被切斷 這個才是重點 這一點才是重要 最近推進你這一台旺旺水繩 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的生成機 放在家裡面其實也都不占地方 而且你的三分鐘可以生成四公升的水繩 一瓶的電解液呢 就可以生成兩百公升的水繩 中天有獨家的觀眾的好康 你可以上快點GO 好 好